我想當然就請教石板先生 剛剛提到了 他之前給台灣比較大的空間是說 我允許你一國兩制 像香港一樣 但我們都知道香港現在已經不是一國兩制了 香港慢慢已經走向一國一制了 就您的看待有什麼要值得我們好好來 這提醒我們的事情呢 我覺得就是說首先就是說 我覺得最近有兩個詞 它的解釋全出啊 上各種各樣的變化 一個是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 那現在今天中國提出的 習近平嘴裡說的一國兩制 和當年鄧小平嘴中說的一國兩制 是完全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當時鄧小平在這個80年代 他提出的一國兩制 其實呢 某種意義上就是說 鄧小平當時可能真是想 就是說一個國家 其中兩種政治體制來運營 但是後來呢 就是說 因為中國不停地膨脹嘛 所以說習近平他想中央集權 另外一個他怕香港的民主自由滲透到中國 最後撼動對他自己的統治地位有所影響 所以說呢 他漸漸地就把一國兩制的解釋權 就改變了 就現在的中國的這個一國兩制 就是就是說 基本上完全是屬於中央統治的 就是他所謂的港人治港 也變成愛國者治黨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呢 因為習近平呢 他對一國兩制的解釋權 解釋不停地改變 這個呢 是台灣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中國的歸屬感和中國的敵對情緒 所以這各方面呢 都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麼還有一個是國際上對於這個一個中國的解釋 我覺得這個最近美國也不停地 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呢 然後美國說 這就是一個中國 我們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其實大家知道 比如說在90年代的時候 從台灣如果要去美國拿簽證 大家蓋的帳不是台北 而是什麼香港嘛 尼拉之類的這個帳 因為當時美國政府認為 如果在台灣發給簽證的話 就可能違反這個一個中國的政策 但是說這個一個中國的政策呢 經過不同的改變 現在呢 基本上在一個中國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上 都說出現了很大的這個變化 那麼這個 而且最近我們看到 比較不過日本的一些周圍國家 也對一個中國的解釋 就發生了一些鬆動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說 中國的國內的一國兩制的鬆動 和國際社會上對這個一個中國的解釋的改變 我覺得這是今後國際社會的 一場非常重要的一個博弈的一個 變成一個主戰場 那麼我覺得中國呢 他是怎麼想統治台灣的 我認為他現在其實根本沒有想好 就是說怎麼說 包括他前不久做那個軍事演習 我們看到台灣人根本沒有做任何動搖 就是說1996年的時候 當時台灣確實是股票在跌 房地產在跌 這很多人都想辦法想進方往國外移民 但是這一次軍事演習的這幾天 台灣的股票是在往上漲的 台灣人天天是那幾天正好趕 情人節 父親節 大家到處去吃餐廳 所有餐廳都滿滿的 根本沒有在乎中國的軍事演習 所以中國從90年代就開始用文攻武和武賀 這一招在台灣已經徹底不管用了 那麼也就是某種意義上全國際社會 其實也認為中國現在武打武統台灣的 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 對台灣事情無意進攻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他發出再多的這種對台灣政策 將來怎麼統治台灣的話 這只是自說自話 只是為了滿足國內的一些要求 完全其實是某種意義是跟台灣無關的 那麼據台灣的將來怎麼辦呢 我覺得還是要靠就是現在國際社會 支持台灣的人是越來越多的 這國際社會大家是出於道義上的支持台灣 並不是比如說美國 比如說日本比如說歐洲的一些國家 還有一些立陶宛 那些國家他們還力挺台灣 並不是出於國家利益 而是出於理念和道德上的 就是中國不應該這麼欺負台灣 這種時候台灣確實是 現在就得到多助的一種狀況 這種狀況的形式之下 中國他企圖改變台灣現狀的 這種怎麼說企圖 是越來越不被全國際社會所接受的 所以說我覺得中國現在 他只是在二十大之前 在國內做的樣子而已 在去對付電視和大學精不足 透過一百萬 也有ently有反隔一圖